央行LPR降息落地 400万元房贷月供少还120元 房企融资或盈利好 今日 央行授权全国银行兼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一年期LPR为3.7% 自去年12月回调5个基点后 再次下调10个基点 5年期以上LPR为4.6% 较上月回调5个基点 未连续20个月不变后首次下降 受本次降息影响 今日开盘后 地产板块强力拉升 截至收盘 新华联华远地产涨停 金科股份新城控股涨超5% 中南建设南山控股涨超2% 万科A世贸股份 绿地控股等数十只地产股也出现上涨 2022年开年全面降息 对全社会所有行业带来普惠性的融资成本下降 同时释放了年内货币环境稳健偏宽松的信号 有助于提振市场预期 一年期IOPR下降 有助于降低企业贷款利率 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融资需求 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稳定性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徐晓乐 向美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作为房贷利率基准矛的五年期以上IOPR下降 代表着居民住房按接贷款成本降低 有助于提高居民购买力 释放住房消费的同时也带动其他生活消费 开年以来 信贷政策利好不断 即1月17日央行开展7000亿元一年期 MLF操作和1000亿元 7天亲密回购操作之后 1月18日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 在国新办举行的2021年金融统计数据 新闻发布会上再度表示 当前重点的目标是稳 政策的要求是发力 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 保持总量稳定 避免信贷塌方 LPR下降最直接影响购房者的还是房贷 所以房贷的调整 很大程度上可以反馈到购房者的购房意愿上 对购房者来说 每月还款减少的金额并不明显 对市场预期的影响或更为突出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 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随着市场预期的逐渐修复 热点一二线城市楼市有望率先起稳 销售端好转有望改善企业的资金面 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 具体到城市银行房贷业务 截至今年1月 全国103个重点城市的平均房贷利率 已连续4个月回调 且下降空间较上月扩大 放款周期进一步缩短 以一套总价800万元的房子为例 购房人贷款400万元 30年等额本息还款 LPR下调后 首套购房者月供大约可少还120元 加起来总共少还4.32万元 不过 还要看购房者签的是否是浮动利率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重点城市 主流房贷利率数据显示 2022年1月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主流 首套房贷利率 为5.56% 二套利率为5.84% 均较上月回落8个基点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1月 全国主要城市的平均放款周期为50天 较上月缩短7天 据贝壳研究院数据 103个重点城市平均房贷利率和放款周期 已恢复到去年年中的合理水平 其中59成房贷主流利率环比下调 较上月增加19个 广州 深圳 杭州 南京 苏州等重点城市房贷利率均下调 放款周期方面 64个城市放款周期较上个月缩短 4个一线城市银行放款均加快 广州较上月缩短40天以上 北京平均缩短12到70天 合肥 武汉 杭州 南京 厦门 成都等二线城市 平均放款周期 缩短20天以上 近日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也从上海区域内 多家房产中介及银行机构人士处了解到 房贷的审批速度大大提升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信贷经理告诉记者 现在他们银行房贷时间一般在两个月左右 最快一个月就可以放款 LPR下调对于个人房贷利息支出的减少 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购房热度的小幅回升 但相比于房贷利率下行 对购房者的心态影响更值得关注 张波预计 年内购房信贷环境保持相对宽松 支持合理住房消费需求的释放 将带动市场量价向中枢回归 与此同时 本次降息将进一步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 有利于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张波告诉记者 本次LPR利率下调对楼市的利好 将从房企融资和居民房贷 两个层面得到直接体现 在三道红线的基础上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近期 房地产销售 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 市场预期稳步改善 2021年末 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9% 增速比9月末提高了0.3个百分点 四季度房地产贷款较三季度 多增1578亿元 2021年下半年以来 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 而企业资金端压力明显加大 是其中重要的拖累项 不过从去年四季度开始 关于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和维护 购房者合法权益的政策导向就不断对外释放 各地纷纷出台了促进住房交易的利好政策 有些城市甚至直接发放购房补贴 与此同时 中央及各部委接连释放积极信号 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相关监管指标也在不断完善 如并购资金不纳入三道红线监管等 央企国企资金端正在得到有效改善 不过民企资金端改善效果仍不明显 从融资渠道看 信用债受政策编辑利好带动 将继续维持当前回暖状态 海外债市场仍需一段时间消化积累的风险 短期内无明显增长动力 信托受政策制约 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 回弹空间同样有限 张波认为 随着这一轮行业调整 一方面各房企风险化解能力 稳健经营能力得以展现 另一方面 在经历了去年的集中违约后 投资者风险情绪加重 因此 预计资金流向将出现两极分化情况 资金更多的向财务稳健 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企业规及 而中小型房企 经营激进的企业的融资空间 可能受到进一步压缩 展望上半年 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亦较大 预计年内LPR仍存下调空间 届时信贷环境更加友好 利于合理的住房需求释放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张波旭称 2.3.5%